接著我們就做最簡單最基本的練習 他說幼圖所示有個乾電池 1.5伏特然後有一個 燈泡請問你電池提供的功率是多少 如果你真的要去算電池 我們目前電池都沒有電阻 你就不可以用有電阻的公式 就只剩下批冷於 IP 那你就要想辦法求電流 但是用我們講過的總提供等於 總消耗 你可以算2歐姆消耗多少就是電池提供 多少 OK嗎 那2歐姆這樣算是並聯 所以2歐姆的電壓是知道的 就是1.5伏特 電池都知道的就是2歐姆 那你就可以用這邊去算 所以看你覺得想要怎麼算 你把電流算出來 帶進去 P的IV OK 或者是你算那2歐姆的消耗多少 那也OK 所以我現在呢用算2歐姆的 好那我有 電阻 我有電壓 就是1.5伏特 哪個公司可以讓我求功率 1.5伏特 當然背3個嘛 哪一個 微平方處理 阿 微平方處理阿 你就往裡面塞就好啦 1.5 2歐姆 塞進去 不要忘記到平方 你們很多的都忘記平方 答案叫1.125 就算了 簡單小事 簡單小事 OK嗎 OK 同理一樣的簡單直接帶公式 這樣子 電磁1.5伏特接個3歐姆 這跟剛才完全一樣 他只是沒有圖而已 他只是沒有畫的 一樣 我給了電阻 我給了電壓 問了終於 直接問燈泡 還有直接問燈泡更沒有問題 OK 帥哥美女 他這樣多少 跟剛才完全一樣 Number 30號 可愛30 30誰啊 多少 2.5 請坐 你說2.5 請坐 剛剛跟你講過了嘛 這裡就是有電壓有電阻球功率嘛 功率就是什麼 P0除以R 除以R 然後呢 往裡面塞嘛 0.75 然後就可以做出來了 0.75 這題跟剛才 基本上完全相同 已知條件都一樣 再換一小題 只是把條件換 他其實更簡單 我給你我的電壓110 通過電流4A 公率多少 這個公式算起來其實更簡單 就直接就是完全沒有什麼 曲折離奇啊 還要用到並連串連啊什麼 都沒有直接代公式就好 最簡單最基本的提醒 Number 11 11號 可愛的11號你的答案 多少 440 請坐下 啊 這裡是有誰啊 有電壓有電流嘛對不對 那有電壓有電流什麼公式 P等於 IV嘛 那I多數 4A嘛 V多數 110V嘛 就往裡面塞就好啦 塞完就答案就叫做440 所以我們剛才的例題跟這兩個練習都是最簡單最基本的題目 就一個東西 直接代公式 就算出來了 那你就要把公式背好 然後曉得在什麼情況之下用什麼公式算就好了 OK嗎 OK